二千年后,萧若元述往事,论当世,思来者,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,史记 建缘中,武安侯田坟为汉太位,田坟做汉太位,这个时候就是豆婴做丞相,亲贵用事,这些全部都是亲戚,安国以五百金物,用五百金价值的东西,为坟,送给坟, 焚然安国太后,焚慰安国,讲给太后,这个时候太后就不是豆太后,这个时候的太后就是和,就是皇太后,天子亦素闻其言,这个天子就是武帝,也听说他很聪明,乃照以为北地都卫,初初做北地都卫,再升官,迁为大师农,九卿之一,管这个财政, 敏越,这个时候同时存在的那些蛮族国家,冬越,商工,两个国家互相攻, 互相打,安国及大行,韓安国和大行,大行是主于礼节那些, 皇灰将,派他们两个做将领,未至越,未曾去到, 越杀其王韩,越国已经杀死,自己杀他的王投降,因为怕他汉兵, 汉亦霸,于是汉朝也霸兵, 建元六年,武安侯为丞相,田坟造丞相, 安国为御史大夫,韓安国做到御史大夫, 匈奴来请和亲,匈奴来请和亲, 要求汉朝派公主嫁去,天子 下矣,天子就商量,叫朝廷的朝臣商量, 大行皇灰,这个皇灰,燕仁也,是北边的人, 素围边利,曾经几次守过边, 习之乎是,很熟悉兇奴的东西, 以若,皇灰是鹰派,他主张打, 所以他这么说,汉与兇奴和亲,如果汉朝和兇奴和亲, 若不过数岁,即復背约,不过好几年, 然后他就背约,又来过,不如默许,不如不要答应他, 举兵激之,用兵打他, 安国约,安国说,千里而战, 你和匈奴打,要走一千里,这么远去打,兵不获利, 是,这个孙子兵法说, 千里而战,是一定不会赢的, 匈奴附庸马之族,匈奴他伺着, 骑兵,荣马之族,走得快, 怀禽獸之心,这些是侮辱, 千里了举,他是走来走去的, 这些游牧民族,难得而济也,你怎么能够制服他呢, 你去到他就走了,得其地,不足以为港, 你拿到那些地,你又不可以吞那些地, 因为你不可以派人去住,有其中, 你捉了那些匈奴,不足以为强, 他又没用,你又不懂耕田,至上古, 不属为人, 自从上古以来, 这些地方都不是属于我们看的,就是我们这个中原人的地方, 的人,看数千里增里, 你走几千里以外,去和人打, 即是人马罢,人和马都疲倦了, 老以传制其弊,那些匈奴, 就是以静在那里制动,等你来,等你全部残了, 即是强弩之極, 此不能穿老稿,一个最强的弓, 去到快要跌下来那一刻, 连最薄的老角的丝绸,都穿不过, 强弩之末,世不能穿老稿也, 这句有少少分别,其实都是同一个典故, 强弩之極,这里就是此不能穿老稿, 遇风之末, 力不能飘红毛,冲锋之末, 由地上刮上去, 那些很强的风,即是龙卷风, 去到他尾的时候, 連吹起一条鹅毛的力都没有, 非初不敬,不是开头的力不够, 没力衰也, 因为去到尾的力就弱, 激之不变,去打是不对的, 不如和亲,不如答应他和亲, 群臣以者,多富安国, 当时的臣子很多都是同意韩安国所说的, 于是尚许和亲,于是准和匈奴和亲, 好,这节目结束。